接著我們要請各位看一下Gmail的這個使用 首先其實正常來講現在各位進來 他其實有幫你做一個分類有沒有 這個分類就是說主要的啦 還是像比如說那個 像Facebook啦之類的 或是Line的 然後這邊促銷的內容 他只能幫你做分類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就是把它弄掉 你可以從這邊把它關掉 一般來講 有時候怕你會忘記啦 所以通常我在這邊就會 我大部分會是像這樣就是把它關掉 把它關掉之後 那我們先看看 其實Google的有一個很大好處就是 我相信有時候我們在Email的往返的時候 一定會有好幾封對不對 如果你用標準的 像我們那個Outlook啦 Outlook Place 我寫給你一封 你回給我一封 我又給你 是不是就等於是三封信件 這個對一般我們這個 有時候在找資料比較不方便 所以其實Google有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功能 叫做繪畫群組 這個預設就有啟動的 也就是說它把你跟寫信對象之間的往返的紀錄 當作是一封信 所以呢這個時候它會把它通通歸納在一起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因為這個是我們現在新申請的 所以裡面是很空的對不對 那等一下這個我先不錄一下 因為是我的畫面 所以我先暫停一下 好那剛剛各位看過我的畫面 我現在開始有錄了 就是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怎麼叫繪畫群組 比較方便 好很輕鬆就可以找到 那麼第二個是它可以結合各個郵件帳號 如果說你有多個Gmail帳號 它也可以整合起來喔 也可以整合起來 也就是說你可以到這邊來 你看 我們在這邊 它右上角這裡 這個 有沒有一個叫做設定 對不對 好從這邊進來 我把它先縮小一點 好 這樣 這樣是標準的大小 好 好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 這邊 從其他帳號檢查什麼 郵件有沒有 如果說你今天你想要用Gmail 以我來講的話 我是用Gmail當過所有的入口網站 等於說我收信 我不用再去不同的信箱卡罵 我只要進到Gmail信箱 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封信是從哪裡來 然後把它自動收進來 好就比較方便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只要它有支援POP3 支援POP3都可以 甚至是什麼 我們Gmail信箱本身也有支援POP3 所以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Gmail帳號 我可以從這邊直接新增就好 我就可以用一個Gmail去搜其他的信箱 好搜其他信箱 那麼你點了之後呢 就這個 那當然它會寄封信過去做確認了 不是說你說要收就可以收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邊這樣把它增加進來 那既然有收信就會有寄信的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有個A信箱 我這裡有個A信箱 這裡有個B信箱 今天如果我從這裡收信回來 好收到我的Gmail這邊 請問你回信的時候你要用哪一個信箱回 假設我這邊本來就有一個Gmail信箱 我等於有三個信箱同時整合在一起 那我如果從A收回來 你希不希望用你的Gmail回信 有時候有些人不希望這樣子 好有些人希望說 欸我如果從A收進來的 我回信的時候就是用A嘛 B收進來的就用B回信 這樣比較不會搞在一起 好混雜了 所以呢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叫做 用這裡 有看到了嗎 好這個地方 你可以從這裡去新增 從這裡去新增 好那新增好的時候呢 我們在寄信的時候 它有一個選項 就是預設的話會 從哪裡來就從那個信箱 那個信箱去做回信 那這裡呢 我切我的畫面給你看好 那一樣這個我就先暫時不錄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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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